最近EBE杰出人才绿卡没有排期,吸引了很多中国申请人,大家了解杰出人才绿卡的基本要求。 也听说过各类批准案例,也知道EBE杰出人才绿卡是比较难批准的。 从移民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悖剧的案例和分析。 我们新卫名律所帮助上千位,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取得了EBE杰出人才绿卡的批准。 同时,我们也明确告知客户申请的风险和难度,建议有的客户同时考虑申请NIW国家利益握免绿卡以增加保障。 EBE杰出人才绿卡究竟有怎样的要求? 今天我们来分析几个美国移民局上诉办公室AO最近公布的杰出人才绿卡被剧案例,供大家参考。 中国画家杰出人才绿卡被剧申请人来自中国,作品曾经在画廊艺术馆展出,提交了他的作品在多年以前参加当代艺术展的宣传材料证据,符合Display of Work at Artistic Showcase这一条。 申请人还提到,有若干关于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书籍,里面讲到了他的名字,但是移民局指出,对应的报道并没有具体讲申请人对于自己的领域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因此不符合要求。 移民局提到,申请人有来自本领域专家的推荐信,里面讲到他是某个领域的。 但是并没有提供详细的关于他做出了哪些贡献,如何影响到他的领域的具体描述,因此不符合要求。 申请人提供了媒体报道的证据,包括对他的人物专访的英文翻译,但是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原始材料,因此不符合要求。 申请人还提供了他自己写作和发表的文章作为证据,但是移民局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那属于学术论文或者专业主作。 申请人还表明自己是书籍的共同编维,但是同样没有提供充分的客观证据。 因此,这位中国画家的杰出人才绿卡申请,在2020年被移民局上诉办公室否决。 相比之下,我们新卫名律所曾经帮助画家、音乐家设计师和其他艺术家取得EB1A杰出人才批准,材料合规,符合移民局的要求。 武术运动员和教练杰出人才绿卡被拒。 出事申请时,移民局认为,这位申请人只满足担任裁判,在美国和中国的武术活动中评判他人工作。 这一条,提交上诉以后,移民局上诉办公室认为,申请人虽然提供了从1995年到2013年在各种比赛里面多次获奖的证据, 但是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关于那些赛事本身和颁奖活动的报道说明,看不出那些赛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只有奖章、证书和推荐信不能满足在国家级或者国际赛事众获奖这一条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局提到。 换句话说,国家集合国际比赛、活动和各类评奖不能是子说字话,一定要有对应的媒体报道,表明活动的影响力,才能符合要求。 移民局还提到, 换句话说,参加国际重大赛事,包括奥运会,本身是不够的,还要有其他证据,尤其是媒体报道,申请人早在1983年,9岁的时候,就被评为中国国家一级运动员, 但是在申请时只提交了90年代以后获奖的证据,可能是因为80年代初获奖的证据,已经难以找到。 因此,移民局认为他没有提供关于评级和获奖之间的联系,申请人还提供了他作为多个中国国内和世界领域无数组织会员的证据,包括太极权协会等等。 但是移民局指出,这些组织是否享有盛名是一回事,加入这些组织是否需要突出成就则是另外一回事,申请人并没有能够证明后者,比如说美国化学会或者国际电气工程师协会都是知名组织, 但是我作为这类组织的一个普通成员,不能符合这一条杰出人才绿卡条件。 总体来说,我读了移民局公布的决定,感觉这位申请人的背景还是不错的,看起来他找的中介,在申请过程中没有组织好材料。 我们新卫民律所曾经为中国象棋棋手和围棋棋手这类同样,是民族色彩浓郁的体育领域的运动员取得了EBEA杰出人才批准。 依据的证据主要是此前,包括多年以前的参赛获奖成果,赛事本身不是问题,重点在于材料准备。 中国演员杰出人才绿卡被剧,这位来自中国的女演员拍过MTV、电影和电视广告等等, 她提交了作为一些演艺组织成员的证据,包括加入这些组织需要,委员会评议批准。 但是移民局指出,虽然加入组织在程序上需要批准,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需要在本领域有突出成就和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局还指出,在申请被剧以后,上诉时,提交的新证据,有可能不被移民局接受。 因为在此前已经有过机会,让申请人提交证据,可是申请人错过了,申请人还提出一些杂志封面有她的照片,里面有对她的报道,移民局承认这些报道的内容, 但是质疑了这些媒体报道的发行量,并且最终因为申请人没能提供关于发行量方面的足够证据而否决了这一条。 关于对本领域贡献这一条,申请人提供了若干推荐信,包括来自Hollywood Producer and Television Series Producer之支持信。 但是,移民局指出, 因此,移民局认为申请人不符合这一条。 关于担任重要职位这一条,移民局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性不足以表明她在表演项目中。 最后,申请人还提供了关于高工资方面的证据,与其他演员相比较,但是移民局认为一些工资证据是若干年前的,比较的对象也不合适,因此也没有承认这一条。 这样,这位中国女演员的EB1A杰出人才绿卡申请,被移民局拒绝。 相比之下,我们新卫名律所谓电影化妆师、乐队鼓手等表演类演艺类人才成功取得了EB1A杰出人才批准。 从上,我们看到,EB1A杰出人才绿卡的批准要求比较高,有较多不确定性。 绿卡申请人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考虑。 不能只想到我想要什么,还要考虑到我目前能实现什么,相应安排自己的申请,找到能充分展示自己条件的律所来帮助准备移民申请。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律所的其他文章。 我们目前通过网络工作,为客户准备和提交移民和签证申请,解决问题,并提供咨询和讨论。 当前客户和潜在客户可以主要通过Email联系我们。 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帮助了几千位客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请参见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众多文章和视频音频内容,以及我们YouTube频道的300多个视频,了解移民和签证方面的各种详细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